《音樂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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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Derek Jung 我現在就是Anima Technologies 和Anima Studio的創辦人 其實因為我一開始讀書的時候 我本身有讀死困難 所以一直都會專注於 一些運動或者藝術的創作方面 之後去到高中 開始接觸到電腦動畫 拿到不同的獎項 進修期間就會接觸到 遊戲動畫、拍片、動畫 其實我們的互動介面技術 主要是專注於一些觸控器的裝置 例如電話、Tablet 不同的大小觸控器 在上面你可以識別到不同的物件 例如一些不同的身份認證 你會知道這是A、B、C、D不同的棋或印章 因為這個技術主要是 平板、電腦、屏幕 任何一個能力的觸控器 即是一些電話、手錶 現在你用手指觸控器 之後的發展 我相信這類裝置只會越來越多 其實創業的困難 我們多數都不是一些讀商科人 你一開始就會面對到公司的運作困難 例如請人 可能你出糧要怎樣做 你盤數要怎樣做 可能有些資金 你怎樣去跟人談生意 令到你的客人或你的投資者 會明白你想說些甚麼 其實為了創業 又不能說放棄一些東西 即是你要選擇 反而是大家犧牲一些私人的時間 去換取你的知識 以及換取之後的公司的發展 其實主要都是網上進修 因為其實我們是一些創業的人 其實你不會在課程中 可以走過這麼多新的知識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學會 去自身學習 怎樣自己學習 繼續去增長你的知識 你才會繼續跟社會更加接觸到 即是不會脫節 至少 如果你問創業會不會吵架 那 一些討論一定會有 大家會有時候可能 即是為了很快地解決問題 那就會刪減了很多 平時的語氣 一些軟滑 其實創業一定會有些輕微的吵架 但其實都是一些好的發展方向 因為始終你創業的時候 你是需要很多不同人的支持 其實你都很難去一個人去解決 你要明白自己的極限去哪裡 其實我一直以來走的路 都是有興趣去先走的 你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給了自己很多動力去繼續支持下去 不要讓障礙成為你夢想的半腳石 你怎麼會想做 我這麼想做 你怎麼會想到